何瑞颜先生 轮你了 老婆你记得 几年前你有一次出国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有一天我在街上 就走一走 然后碰到我们保险人员 就保险我们那个小姐 在处理我们家里的保险 后来因为我想感谢她 多年来每一年 帮我们免费处理那个所得税 报税的事情 每一年帮我们免费处理 所以我就跟你说 我请她去吃个便餐 其实这个故事有一点 不是完全正确 哦 那是什么 我没有在街上碰到她 我们是两个通一个电话 然后 最好 我请她吃的是大餐 哇 故事变餐就是高级餐厅一道一道的 哇 好几个小时了 哇 好几个小时 然后呢 好几个小时之后呢 喝了两杯酒以后 怎么样 喝了两杯酒以后 对 就 就是吃个饭 呃 就是吃个饭 但是心里很高兴吗 心里当然很高兴啊 哈哈哈 你们这一段维持了多久 三年 那也没超过十年 啊 好丑欸 哇 纯纯的友谊 对 这个算是一种 保险界的友谊 保险界的友谊 这段时间必须求一些 温暖啊 求一些温暖 所以你老婆没有给你温暖吗 不会吧 OK 你可以保留你的这个沉默权 欢迎何太太 好 好 太乖了 太乖了 想不到何太太忽然现身 何瑞元会有什么悲惨下场呢